就是一个民族 如果没有代表自己民族的文化无耗 就不能列出于世界民族之类 因为古人讲啊 父母横斜千万朵 赏心只有三两只 就说艺术创作要升华要取舍 既要有传统的传承 又要有李末当初时代的创新 中国人也在努力地扬为中用 学他的技法来表现中国人的感情 讲中国故事 我画的苏伊宁画的他这是夺金的时刻 我还画了古艾林的凌空一月 你要从历史的长河里面去确定的话 你就会有信心 我认识到中国的艺术 你必须得按中国的文化 我杨兰智一以为 宽一惊 我杨兰智一以为 vacʿ主要 苏伊宁画展示 野太佳一月 我杨兰智一机 你这碟子自然而言 我杨兰智一位 那就是钱 等于天然的心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В 2017 году он первым из китайских художников провел персональную выставку живописи «Сила и красота» в Олимпийском музее в Лозане, Швейцария. Фань Ян родился в Сянгане в январе 1955 года. Когда ему было около двух лет, он переехал в дом своих предков в Наньтуне, провинции Дзянсу. С древних времен в Наньтуне собирались торговцы со всего Китая, у города богатое куль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ие. Фань Ян происходит из извест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семьи. Со времен правления императора Дя Цзы на династии Мин, семья Фань подарила миру несколько писателей, поэтов и художников. Этот фамильный дом Фань в Наньтуне повидал многое, но по-прежнему цел. Над парадным входом до сих пор висят несколько мемориальных досок времен династии Мин и Цин. Влияние семьи заложило в будущем художники прочный фундамент и любовь к традиционной культуре и живописи. Влияние семьи 他叫我杨杨 小明 杨杨你去哪啊 我说我去游泳 他也叹得可耻 天天这样玩不是回事 他说啊 现在这个学习的环境呢 你要想成为一个科学家 不太容易 他需要有设备 但是如果你拿了一张纸 甚至拿了一张纸 那么你的 物质条件就跟 Мегаланчило Лафер和 Дафинчи 一样了 所以你还是 学习吧 你已经跟那种真正的天才 但是都一个条件了 那么干得好不好 就在于你自己了 在于你自己的学习 我记得我进去的时候 我是学美术设计 就给自修画稿子 为了画这个自修我还学了两个月的自修 真的吗?这我们看不出来 来让我们秀一下您的这双手 这个看上去有点粗的手 没想到当年也会自修 所以说不再粗细 再有心灵 心灵就手就巧 我画自修稿 它就需要细致和深入 画得不细 绣的人就很难跟着你的线条走 你会画一些什么呢当时 国国夫人尤春图案 我记得我还领过整卷的 87神仙卷 那是个白苗 我记得我领了一个礼拜就把它领下来了 另外呢在南通工艺美食研究所这么多年呢 实际上我不知不觉的汲取了那些民间艺术的一些养料 这个对以后对我的艺术还是起到很大的一个作用 我把这一段的叫做一个传统文化加民间艺术的底色 就在那个时代有很多了不起的画家都来过南通的工艺美食研究所 有这个黄勇玉先生 有这个黄勇玉先生 大财勇玉先生 而且黄勇玉先生当时还说了一段话 他说你们不一定学寺苗了 他说你们就临摹中国画去写生 然后你们就会画画了 说了就三句话 过了五年过了十年 原来他就在告诉我们四古人 四造化 四我心 你看啊 都对应的 你们去联合国 四古人 你们去写生四造化 然后你们就成了画家 你们要唱心 你们四我心 我觉得讲得非常好 我觉得他们是真的大事 在1977 году впервые за 11 лет в Китае возобновились вступительные экзамены в ВУЗы год спустя Фань Ян поступил на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Нанкинского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ого колледжа который сейчас стал Нанкинским педагогическим университетом за прошедшие столетия здесь воспитывались многие выдающиеся китайские художники такие как Сюй Бэй Хун Фу Бауши Люй Сыбай Цин Сюань Фу и Вэй Тян Чи В течение четырех лет учебы в колледже Фань Ян знакомился с навыками и знаниями предшественников чтобы сформировать свой собственный стиль живописи после четырех лет учебы он остался в ВУЗе и стал преподавателем Мы实际上 都要争取在上面 他們推的小推车 大的马车 牛车 焦皮车 还有那种 独轮小推车 后来 我就 創造了 这么一张画 一张画 花了有半年 花了 好几个 运气好 想像了 还没有 一块 重拍 我们实际上 在第一月,在美团上,他在小艾森上 在美园中,他是或許的角色 在美园中,在美园中,他在美园中 在美园中,他在美园中,他在美园中 他在美园中,他在美园中,他在美园中 在北に連動物現場所没有想過, 不可能是官方的工具所在飾等于道地 令人打工的語音 光法在北日本的寶寺之中 丹和東部以外的一家 丹和彩虎上的一家 丹和中国人的美国演书 雅蒐和明星有過程中 在南方的建築物是看著欲望的 南方的探索 在南方的探索 然后用千米勾点稿子 回来创作 那傅宝石先生 就是这么画的 那么北方的画家 是李克然先生 哪个小马扎 哪个小板凳 哪个这样子画的 就好像在那 必须要一气呵成 把它全画完再走 对 对 对 完成 画完再走 有的时候 克然先生画好几个小时 画一张 李克然先生说的 以最大的功力打进去 以最大的勇气打出来 我觉得说得非常好 这就是克然先生的 美学理念 我说我有点像这个关公啊 我是来去自由的 我一会儿就冲进去传统的 一会儿我又刷出来的 我们一个学艺术的 你非要一种个性学习的话 那艺术怎么会百花齐发 万类尽发呢 我经常说 一个画家不仅仅是画出个性 他要画出你的本性 整个的这个时代 那是很 艺术是很繁荣的 尤其是中国画 我们经常说 我们在一个高原上 大家都是有这样的 共识和认识 但是我们要怎样走向高峰吧 这就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 我们作为这个时代的画家 必须留下符合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 我们应当勇猛精进 对 然后盘登高峰 这是一幅我画的凤凰城 这是沈从文先生笔下的凤凰 画了七八个小时 烟雨凤凰城 我也挺满意的 2021年 我到贵州去写车 也是带队 画了一个张柯江 曾经在汉代的时候 它是叫夜郎国 这是夜郎自大这个成语的发源地 您花了多长时间 这张画我大概画了三个小时左右 我画了对面的码头 还画了张柯江这样 游近极远的过去 实际上就讲到一个中国画的黑白构图的 叫时中有虚 虚中有实 对 哪怕你没机会去过这儿 但是看到这样的写生作品 中国山川之美之壮丽 其实我们都可以非常生动地感受到 我们还不仅仅是象牙塔里的画家 我们也要关注当代 关注新时代 关注一带一路 我就画了两张大画 这题目叫赶车的人 这画的有多大 真码这么大 人是真人这么大 我画的时候也是很有激情 很激动的 用的也是中国画的手法 我就用的这种比较中国传统壁画 永乐工壁画 或者灯黄壁画 那种比较雄魂的笔法画出来的 我还有一张 这一张叫阳光下的葡萄架 反映的是维吾尔当地的人们 生活在 沐浴在幸福的阳光下 葡萄丰盛 人们生活富足 这是一带一路的上 呈现的一种繁荣 美好的一个景色吧 每天的顿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李宇美范洋体育美术作品展览 李宇美在高层次的精神交流上 它是相同的 我是第一个在这儿 举办个人展览的中国画家 您还记得给您颁发 顾拜旦奖章的那天 当时的场景或者是细节吗 能记得 因为当时是北京冬奥会 吉祥物发布的前一天 我叫委会主席巴赫先生 来到了北京 专门做了一个 小型而隆重的一个 班牙会 巴赫主席亲自把 这个讲座又这么大了 过到我的脖子上 我也觉得当时非常感动 他会继续我继续前行 我们现在真的迫不及待地想看一看您刚才描述的这些 和体育相关的画作 您给大家一一的介绍一下 对 那个我画的苏伊宁嘛 苏伊宁我画的它这是夺金的时刻 对 它很了不起 我还画了古艾琳 古艾琳 我说凌空一跃嘛 我画了五大镜最后充现的时刻 这是中国代表团的手金 我还画了这个手钢的大跳台 叫滑雪大跳台 我给它起了个名字 叫七彩飞红 因为它涂了一个红橙黄绿青蓝紫的颜色 这个画面我就倍感清晰了 因为这个转播车 就是我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负责东京奥运会转播的高清转播车 你为什么会画像它 我觉得当时电视和报纸都做了报道 我觉得很有意思 它叫4K8K 对 这个4K8K这个词 叫高清晰的这个转播车 而且是超高清 超高清 当时我看的这个图片 我也很感动 我就立即画出来 画面不大 中国红走进了东京奥运会 培根祝魂文化自信 这确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命题 我觉得一个民族在举起的时候 需要这样的精神力量 就像我们常常说的汉唐雄风 我们有幸生活在这样一个时代 我们要顺着这个历史的大潮前行 我们要做翻腾在浪化中的最高的极度浪化吧 在这里我们就联想到我们的基础是什么呢 是我们对中华文化的一种自信 梵高的向日葵 确实是世界名画画得非常的好 其实像梵高这样的画家的 在我们中国美术史上也是有的 我们明代有一个徐卫叫徐文藏 实际上这个徐卫他的绘画 他的绘画的那种象征意义 那种超权性 那种对艺术的把握度 是非常高明的 其实是我们对老祖宗的好东西 发掘不够 老百姓认识也不够 所以我们不能网字匪薄 随着我们的大国的崛起 我们的文化自信 中国人确实有能力 有水平 致力于世界民族资历 我们一定要把我们辉煌的过去 和灿烂的明天 呈现给整个的世界